现在集体坐校车上下学已不再是趋势 搭乘捷运才是王道 来看位在乌日的明道中学 因为学校离九德站只需要七分钟的距离 学生在上下学就近搭捷运回家 这也让学校把校车数缩减为26辆 不仅要来鼓励学生节能减碳 更需要让中节变成最强校车 现在中节是不少人喜欢搭乘的交通工具 除了上班族之外更是学生的第一首选 可以说是相当的方便 尤其是在这附近的明道中学的学生 更可以在尖峰时段看到他们的身影 因为捷运的速度比较快 这样子我们可以比较晚的起来 就是刚好家里附近就有捷运站 然后来到这边就比较快 所以这样子搭不然要多久时间 大概不多七八分钟 台中捷运绿线去年正式通车 今年已突破千万人私搭乘 其中明道中学每天有签名学生 改搭捷运上下学 就是因为学校于久的捷运站 步行距离仅七分钟 而这人超拥挤的场景 早在捷运通车首日 明道中学大批学生就涌入车站 开启搭捷运的体验 场面相当壮观 因此取代校车功能 学校制学年校车数从127辆降到101辆 减少了26部车 我们让学生的移动力大大提升 我们也刻意的引导 包含像新生进来明道 在第一个学期就要有一门课 让他学会如何 不坐学校的交通车 可以自己回家 那我最近的一个数据 给大家参考 明道的交通车 到了捷运绿线有了以后呢 我们逐渐减少到4500人 最近的数据 这个学期我们已经降到3900人 搭乘这个交通车 数量降到了101辆 我们的目标继续下降 沿线学生足利用捷运上下学 而且也让中捷安排乘车调度 捷运发车班次平日班距为6分50秒 离峰时段为9分30秒 一天262个班次 提供99.99%的准点率 所以捷运通车到现在 我们的准点率达到99.99% 过去依赖这个校车的同学 他每天只有一班选择上学或放学 所以对他们来讲非常不方便 那捷运通车以后 我们尖锋时间6分钟一班 他有很多选择 放学的时候他参加社团活动 他晚一点走也不用担心 甚至因为捷运的准时 而且不会塞车 他可以多睡10分钟 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不仅让学生不用赶着进校 更可以节能减碳又升迁 明道中学强调目标 让校车数能降到80辆 让台中捷运变为最强校车